在台北方陸媒體驚慈全港來到南東加湖中心 從這裡觀出10萬塊以外 要台體驚十坪企業 送來二十幾歲的扁 讓南東加湖中心在驚慈這個冷氣氣的天氣當中 是感受到大大的溫暖 因為景氣的關係 我們的監管又有相對的減少 那像金融網這個監管 還有他們聯合相關的市業廠商的監證 對我們來講幫忙非常大 那我們真的非常需要說社會各界的小額監管 那因為南東加湖在這個南東的地區 它也掌管了非常大的一個辽福的這個地區 那有三千多位兒童需要受到關懷 所以這次我們就聯合一些上市貴公司 來關懷我們南東加湖中心這樣 加湖中心的志願和觀光 將這裡一生一生的乖乖拌一去村口 不管是要送給小朋友吃 也要是拿出的議員 對著工業都是很大的幫助 南東加湖中心也要求這個機會 向國民眾會才是去團體 若是愛心環境有困難 加湖中心也很需要各地上生活物資的觀賞 希望社會可以有錢出錢 有不住就送不住 每個月有四次的義賣 那他們也在說最近的義賣的產品東西也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是如果家裡有不用的新品也好 看用品也好 我們可以把救愛變成新歡 讓我們的東西一方面是環保 一方面可以發揮助人的功能 隨著幾個政治冷卻的當地 社會經濟狀況也好參加一條沒有經濟的幾個 只要歡迎到公業團體愛心觀看明顯減少 但原來需要輔助的家庭和小朋友算是越來越多 南東加湖中心也強調 在過年前中的基盤道中的義賣完優惠 麥投南東鄉親和企業團體會當兜兜前來捧場 記者金文宣 蔡宏報道